大家好,我是阿辉 今天我们包一份不一样的水饺 平时我们买回来的火龙果 果皮一般都是会扔掉 今天我们准备一个火龙果 先将它对半切开 将火龙果里面的果肉包出来 直接吃掉就可以了 包下来的火龙果果皮放入碗中 加入一勺小苏打 一勺食用盐 倒入适量的清水 将果皮清洗干净 把火龙果皮搓一搓 多搓洗两遍 充分洗净以后 我们将它控水捞出 将洗净的火龙果放在案板上 切成小块 切好以后收入料理机中 再加入一点清水 将它多打一会儿 打成偏细腻的红状 打好以后倒入大碗中 接着往里面加入面粉 边加边搅拌 搅拌成面絮 下手揉成面团 最后将它揉成一个光滑的 软硬适中的面团就可以了 接下来满中加入200克的普通面粉 倒入大约110毫升的清水 边夹边搅拌 搅拌至絮状 下手揉成面团 同样将它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 揉好以后和粉面团放在一起盖上盖子防止风干 接下来准备一块鸡腥肉切成小块 鸡腥肉含质量非常的低 营养丰富 非常适合减肥的朋友使用 切好后放入绞肉器中 盖上盖子将它打成肉馅 搅好后倒入大碗中 接下来准备一根去皮的胡萝卜切成小块 切好放入绞肉器中 再来准备一段大葱 先切成段 再来切点姜丝 切好放入绞肉器中 再来准备几片洗干净的白菜切成片状 切好同样收入绞肉器中 盖上盖子一起打碎 打好以后和肉馅放在一起 接着往里面加入适量的熟油 我们用筷子搅拌一下 这样馅料就不容易出水 接下来我们来调味 加入适量的五香粉 一小勺鸡精 少许的生抽 少许的老抽 一勺蚝油 适量的食用盐调味 少许的香油增香 硬筷子将它充分地搅拌均匀 哇,现在闻起来就非常的香 我们这个馅料就调好了 搅匀后先把它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取出饧好的白面团 直接搓成细长条 搓成和擀面杖稍微细一点就可以了 再将粉色面团取出来 同样搓成长条 粉色面团搓成和擀面杖一样粗细就可以 然后用手给它压扁一些 压扁以后将白色面团放进来 然后像视频中这样 用粉色面团把白色面团给它包住 包好以后我们再揉搓一下 将它搓细一些 搓好以后头部一点 接下来不要 然后分成大小均匀的剂子 再撒上一层干面粉防粘 再将每个小剂子整理一下 按扁 用擀面杖擀成中间厚边缘薄的饺子皮 像这样就可以了 中间放入适量的馅料 中间给它对折一下 用虎口向中间使劲的挤一下 这样一个漂亮的饺子就包好了 我们依次将所有的饺子皮全部包好 锅中提前烧开水 水开以后下入饺子 饺子全部下好以后 沿着锅边轻轻的推动几下 防止粘连在一起 锅中煮开以后 往里面打入两次凉水 锅中再次煮开 卷子全部飘起来 肚子变得鼓鼓的 像这样就已经熟了 我们将它出锅 装入盘中 这样做的饺子 好看又好吃 看着非常的有食欲 鸡肉白菜这样做鲜嫩多汁 特别的鲜嫩 这几种食材搭配在一起 营养丰富 多吃也不会长胖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强烈推荐给大家 一定要试一下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留言转发 谢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